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现在是由夜晚风为你报道每日要闻 今天是香港时间9月24日星期六 首先是新闻提要 王毅联合国 战狼变战猫 人民币再破重要关口 人民银行降选逐变难见底 布林肯和王毅会面重点谈台海和平 拜登有被质疑失态 演说后撞刺迷航 找不到下台台街 港新闻自由指数持续走低 政府打压传媒成主因 以下请收看新闻详细内容 9月23日美国航母群抵达韩国 为月底举行的美航联合军演做准备 美国投资近10亿美元开发高超音速导弹 日本开发更长程的弹道导弹 在联合国大会上 王毅称中方从不对乌克兰问题 袖手旁观 尊重各国领土完整和反对动武 23日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列巴推文称 今天会见了中共外交部长王毅 他指王毅在会见中向他表示 中国尊重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反对使用武力解决分歧 这是自2月底俄罗斯开始对乌克兰进行军事侵略以来 双方外长第一次公开面对面的会谈 中共喉舌媒体《新华社》报道称 王毅还对俄乌问题进行了最权威的浅述 即各国主权、领土完整都应该得到尊重 联合国、现象宗旨和原则应该得到遵守 各方合理安全关切应该得到重视 一切势力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应该予以支持 报道并表示中方一直致力于劝和速谈 从不就手旁观也不会火上加油 更不会趁机牟利 但日前有多家媒体报道 俄罗斯的天然气绕渡中国消往欧洲 德国之声报道称 今年到目前为止 中国公司已在国际市场上 销售了400万吨液化天然气 这相当于欧洲今年上半年天然气消费量的7%左右 目前德国已达到储存目标 法国的储量也达到9成 已有足够的燃料应付今年冬天的使用量 欧盟外交官和东亚问题专家 罗斯契尔对德国之音表示 中国人转售俄罗斯液化天然气 将打破俄罗斯天然气公司的出口垄断 克里姆林工一定非常绝望 或者在政治上非常脆弱才允许这样做 法港报道称 和毅这番表态是自2月份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 民所未闻的中共立场转变 可能暗示了北京方面的某种愤怒 可能会激怒莫斯科 19日王毅拜访了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 徐再次强调一个中国 清当务之急是妥善管控台湾问题 否则将对中美关系产生颠覆性的影响 希望基辛格能助力中美两国关系 早日重回正轨 同日王毅在和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 美国商会代表成员进行座谈事 亦强调 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合作的基础 9月23日在岸里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 双双跌破7.1关口 专家分析欧美升息令终端市场的需求疲弱 中国供给面和需求面都停滞 央行是顺势令人民币贬值 会逐展暴露人民币估值的原形 综合媒体报道 23日美元指数持续走高 并升破112 刷新超过20年高位 相反人民币对美元 收市价7.1104元对1美元 下跌294点指 破28个月的新低 台湾经济研究院景气预测中心 企国际事务署研究员邱达森分析 欧美在此升息 一定会令到终端市场的需求疲弱 订单会减少 现在整个亚洲货币都在走贬 某种程度上 依赖货币贬值可以减少相对的损失 我觉得这是现在中国人民银行 会放任人民币贬值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它目前就是顺势给人民币贬值 东方金城首席宏观分析师王清 对《21世纪经济报道》表示 短期内受美联储持续大幅加息 以及地缘因素带动、避险需求等影响 美元还将会强势运行一段时间 这意味着年底前人民币对美元仍有贬值的趋势 不排除进一步贬值7.2至7.3之间的可能 资深时事评论员秦鹏向希望之声表示 近日人民币持续贬值跌破7.1有三个原因 3月以来美国美联储在此持续加息 会导致其他国家的货币资金流转到美国 基本上其他国家只能跟着加息 中国为了补经济,所以现在是降息 当然,钱就会流转到利息高的地方 这是国际金融的一个常态 其次,中国经济现在持续下滑 会导致很多资金外流 一些在中国的跨国公司 包括欧盟商会的调查 很多资本想离开中国 秦鹏分析特别是这种下滑被认为是一个长期性的 因为中美贸易战,封城,国际形势恶化,产业链脱欧等因素 大家认为不得不离开 实际上多年来人民币一直通过中国央行的控制 保持汇率稳定 秦鹏说 这些年头 人民币的真实购买力 即购买力评估在下跌 秦鹏指 美元加息这些因素促使下 现在相当于是回归到汇率的本质 人民币的高股 现在会逐渐暴露出现形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五 9月23日 和中共外交部长王毅会面 台海和平是会谈的重点 布林肯和王毅星期五 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握手 但看他们坐下来会谈时 没有回应媒体的提问 美国国务院星期五说 布林肯和王毅 讨论了两国保持开放的沟通渠道的必要性 布林肯和王毅说 维护台湾的和平与稳定是至关重要 路透社报道 一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 在布林肯和王毅会谈后同记者说 两位外长进行了90分钟 直接和诚实的会谈 台湾问题是焦点 这位官员说 国务卿清楚地表明 我们长期以来的一个中国政策没有改变 维护海峡两岸的和平与稳定是绝对的 至关重要的 布林肯还强调了 北京如果支持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可能带来的影响 美国国务院在两位外长会面前表示 这是华盛顿保持开放的沟通渠道 和负责任地管理两国竞争持续努力的一部分 路透社报道 一位高级政府官员星期五表示 美国副总统何锦麗下星期将会和日本和韩国领导人 相变会议中讨论台湾安全问题 我们和我们的合作伙伴保持高度一致 这是副总统和日本和韩国领导人 讨论近期事态发展和前进道路的机会 这位官员说 何锦麗将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韩国总统 找石月举行会晤 该官员说 何锦麗的行程将包括在东京和首尔的停留 日韩领导人对华盛顿和北京之间日益紧张的关系 持谨慎态度 8月份以来 美中关系因一系列事件变得越来越紧张 包括美国总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 总统拜登发表明确护台言论 美国国会正在推动通过加强美台关系的台湾政策法 美国总统拜登昨天在一场对抗艾滋病肺结核和药疾的 筹款活动上演讲 会后流出一段现场影片显示 他演讲结束后转身上台 却突然停着看起来有点迷茫 拜登在纽约举行的全球对抗艾滋病肺结核和药疾基金会 第七次增资会议上演讲 这段影片已经在推特等社交媒体上广位流传 印度新德里电视台NDTV 天空新闻澳洲台Sky News Australia等媒体报道 这场活动筹得惊人的142.5万美元 拜登在演讲中感谢所有参与者贡献 根据白宫网站韩德的讲词 他说 感谢大家为了重要的事情而奋斗 毫无疑问这一切有关拯救人命 和伙伴合作以确保所有群体都健康强壮 至少是有机会变得健康强壮 还要确保任何地方的人都能过着有尊严的生活 当79岁的拜登向右转身要下台时 他停顿了一秒 似乎在想是否要从那里下台 接着主持人向他致謝 捕捉拜登的注意力 这条影片已经有超过600万人次观看 推特出现了一连串的网友评论 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高佬芝 在推特分享了这条影片 他说真恐怖 这就是我们的最高统税 但亦有部分社群媒体用户认为 这和年龄无关 拜登只不过是不知道要从哪里下台 然后出以尊重才转过头来 听主持人的说话 拜登日前 陪同密资根州州长 韦特梅尔 Gretchen Whitmer 出席底特律的车展 媒体却意外地捕捉到一段尴尬互动 两人走客走客 拜登的老胡同又出现 直接拖着韦特梅尔的手有说有笑 在旁边的妻子吉尔 拜登当场看到呆了 现年79岁的美国总统拜登 上任以来多次在公开场合出现过口误 肢体僵硬 断片等诡异状况 健康问题再度被放大检视 外界对他相当担忧 这不是拜登第一次因失泰而被嘲讽 就是在今年4月一段影片显示 他在演讲后伸出手 好像想和人握手 但在他的面前空无一人 香港记者协会23日发表最新的 《新闻自由指数》 报告显示公众和新闻从业园 均认为香港新闻自由较去年倒退 其中新闻从业园 新闻自由的评分连续三年暴跌 跌至有纪录以来的新低 跌幅亦属历年之冠 新闻自由指数调查在今年5月进行 以反映过去一年对新闻自由的评价 分为公众和新闻从业园两个部分 并以0至100评分 根据最新的数据 由公众受访者 对新闻自由指数评分为42分 比去年下跌0.5 新闻从业园评分为26.2分 较2020年暴跌5.9分 指数为近9年的新低 跌幅亦是历年之冠 评分下跌的主因 受访者均表示 感受到众多的传媒机构的立场取态 佔催单一 传媒机构批评特区政府或北京政府时都有估计等 另外受访的新闻从业原亦认为 新闻界的自我审查现象越来越严重 对新闻自由构成重大威胁 记协表示就新闻业而言 香港的采访环境过去一年急剧恶化 自《苹果日报》和《立场新闻》的管理层编採人员 本港大型传媒机构接二连三的倒闭 引发新闻业界恐慌 值得留意的是 既协向737名新闻从业员发出问卷调查 只有169名回应 回应比率22.9% 远较去年的82.8% 回应率为低 有新闻工作者坦然 忧虑既协受查 并恐怕会因参与调查而遭报复 另外高达93%受访新闻从业员认为 政府是打压新闻自由的来源之一 靠2020年增加8个百分点 这个比率也是这个问题 自2014年纳入问卷范围以来最高的一次 记协指新闻业界收缩 直接令公众能接收的社会信息减少 和更趋单一 假如资讯流通和新闻自由受损 将会影响营商环境 故此新闻自由得到保障 才可以维系香港作为 国际亚洲金融中心的地位 新闻报道完毕 多谢收看 期待 期待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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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